好的 看到在選前倒數三天 高雄市長的選情也是相當激烈 國民黨候選人柯志恩 在今天晚上七點選在高雄三民區 沿路掃街拜票 這次是帶著同黨籍的四位議員候選人 從黨部出發經過高雄火車站 也可以看到在經過三豐中憋傷圈時 有居民還特別奉煙炮來迎接團隊 11月25號晚上七點 有舉辦市民之夜 就是最黃金的選前之夜 柯志恩團隊是預告了 其實11月25號也就是選前的最後一天 在晚上七點 在前鎮易德勞工夜市將會舉行市民之夜 而高雄市長陳其邁 同樣是選在今天晚上七點 和對手相差18公里外的南子區仁壽宮 同樣是帶著車隊小街拜票 為您偷偷爆雷 提前跟大家來預告我們選前之夜 真的是重量級的卡司開場 可以看到綠營支持者也不少沿路不斷放鞭炮 甚至還有居民自主來放煙火 同樣也預告了25號選前之夜 會邀請在地樂團 面火器還有歌手林宗希 綠營這裡是打出演唱會台 而藍營則是說 這是屬於市民的黃金選前之夜 藍綠雙方越接近投票日 平創意漢人氣 卯足全力要吸引支持者 以上來自高雄消息 這環篷內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